好 我們剛剛小新姐姐有提到說 就是民進黨的選戰能力很強 所以他目前有一個雙方 有一種說法是綠營雙北可能會推出的是 衛福部長陳時中跟前副總統 陳建仁的雙陳佩 聽起來越來越有樣子了 真的有這可能嗎 另外就是雙北格局綁定 是不是有助於國民黨一起過關 小新姐您怎麼分析 我認為這個雙北格局綁定 對於國民黨跟民進黨來說 都是高風險高報酬的事情 第一個我們要先講到 民進黨到底提不提名陳時中 我們才去講到要提名陳時中 在台北還是新北 民進黨現在陷入了一個提名的矛盾 就是如果我不提陳時中的話 代表我防疫證明失敗 我根本不敢提陳時中來參選 但我一旦提了以後 全台灣的議題主軸 就是防疫跟討厭陳時中的氛圍 那這可能會讓國民黨的選情 變得更加的樂觀 有一些人是這樣想的 所以到底讓不讓陳時中選是第一個問題 那陳建仁的名字重新回到台北市跟 新北市的視野 那我認為如果我們先假設 民進黨還是必須要提陳時中 只是可能台北跟新北可以互換 那不管陳時中他被提名到台北 還是新北 全台灣的主戰場都是跟著時中轉 陳建仁即使你讓他在台北選 一樣會被陳時中拖累 再來選戰的策略跟模式 民進黨在改了 民進黨在辯證了 他變成說陳建仁跟陳時中綁定在一起 然後看怎麼樣去安排跟分配 那這個時候國民黨也必須得把雙北綁定在一起 用雙北的這個格局來共同作戰 那我覺得才會在雙城戰雙城的情況之下 更有機會過關 那但他也有風險 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雙北沒有辦法緊密合作 被各個擊破的話 那這個時候民進黨 他幾乎就是在他all in跟說哈的情況之下 完全的拿下了 所以這個高風險高報酬 並不只是對國民黨是高風險高報酬 對蔡英文也是一樣 兩個人都是英系的 而且正英系的 所以如果同時提了陳時中跟陳建仁 不管是分新北還是台北 那都一樣 代表了蔡英文all in說哈的2022 就是為了布局他的2024年 也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人沒有選上 選得不好 那蔡英文就正式陷入跛腳 這個也會讓國民黨在2022年的戰略層次 再往上拉伸一層 因為如果2022年沒有手下台北 新北這一戰的話 那民進黨英女皇的這個位置就已經非常穩固了 國民黨2024年也會變得雪上加霜 反之如果蔡英文all in了 縮哈了2024年的這個布局 而國民黨可以把雙北都拿下 那這個時候呢 2024年國民黨的機會才會正式哪一個人 好了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巧欣 她有提到四點的分析 其實非常的精闢 也直接講出了蔡總統 她的all in的一個奇異的部分 非常謝謝巧欣今天幫我們的分析跟解讀 謝謝 謝謝 而且 病毒共存的話當然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呢 輸入呢 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